在这间教室中全都是女生 但是在计算机技术或是电子工程技术专业的课堂上 却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在这些专业中几乎找不到女生的身影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格兰达达大学组织了这个专门为女生准备的科技夏令营 目标是改变趋势让他们对这些专业感兴趣 在为期两个星期的活动中 参与者会认识并使用编程语言 例如赋予这些小机器人生命 他们都是年龄在14到18岁的学生 其中80%表明他们会考虑报名学习这些专业 这已经是第二次举办这个夏令营了 在这里能让全国的女生们在决定学习的专业上 打开一个新视野